好 进一步的追查这一次纳中毒死亡的案件 现在检警要追查的是 究竟奶粉里头怎么会有盐巴 是谁放进去的呢 除了带回了小女婴家中的奶粉罐之外 也带回了两包在这个家中的两包盐巴 而事实上呢 网络上也有人写偏方 说这个小女婴儿呢 如果喝了奶粉容易拉肚子的话 加一点点的盐巴是可以减缓的 不过呢 专业小额科医生也不建议这样做 因为可能会让原本腹泻的情况更加的严重 小女婴喝奶粉却疑似纳中毒 怎么会这样 检方发出搜索票 就在女婴位在卢州的住家 三罐奶粉摆在桌上 一旁就是饮水机 桌面上还有瓶瓶罐罐 检方另外还带回一包海盐 还有一包食用盐巴 如果不是奶粉在销售端前受到污染 那就是在哪个阶段遭人参入盐巴 根据了解检方带回了奶粉罐中 发现其中一罐每100公克奶粉有6公克的食盐 若以30公克奶粉重跑60cc 等同于牛奶里面有3%的食盐 几乎跟海水一样咸 成人都受不了了 更何况是才三个月大的女婴 身体根本无法附和 奶粉内添加盐巴 在网路上有不少爸妈写下类似偏方 说小朋友如果喝奶粉会拉肚子 加入微量的盐巴可以减缓症状 不过真的这样吗 一般我们是不会很建议在配方奶里面再添加任何的东西 除了少数情况以外 因为配方奶里面的成分都是经过专家建议 另外如果再添加物品进去的话 其实整个泡出来的奶水 它的不管是成分或者是浓度产生 就是变化 网路上的偏方奶粉加盐减缓拉肚子症状 小药科医生不建议 因为认为这样会影响奶粉的原先配方 而且盐巴也会影响人体的电解质含量 任意添加可能会让原本状况更严重 记者红旭收索要投资 记者红旭收索